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餐 哎呦 我一琢磨呀 有道理 快餐嘛 就不是大餐 也不用穿西装 打领带 正心微作 说特别专业的语言 也不用咬文嚼字 大概其一说一乐 我还挺开心就挺好 有朋友说了 哎 说这 郭老师 您这有说错了地儿啊 这个您说的非常的对 我这个文化也有限 也不是教授 更不是专家 有说错的地方还真是难免 我努力改进 您各位也多多的包含 这个哪错了 您就赶紧提出来 让我进步 咱们聊的这个呢 也真是不是什么满汉全席啊 南北大菜 真是个快餐 哎 您这高兴的时候 换换口味 翻花样就得了 有人说了 快餐是外国人发明的吗 中国人有没有外餐呢 您瞧 有啊 而且特别有啊 今儿个正好咱们是夜宵的板块 咱们就聊聊中国这些个老快餐 快餐 首先说得快 知道吗 为什么快呢 反正不是忙啊 就是嘴急 您看看书里边有记载 说古人谁嘴急呢 有这么一位 叫隋阳帝 这是我分析的啊 估计隋阳帝嘴挺急的 因为有一个人给隋阳帝当过上师执掌 这个人的名字叫谢峰 上师执掌 您也甭细研究啊 您听这名就是宫廷 催事班的班长 这位写过一本书叫石经 历史上有两本石经 还有一本呢 是南北朝的 谢班长这本后来就失传了 只留下很少的一点记载 在这里边呢 谢班长就提到过一种吃的 叫集成小 你听这名啊 集成小 估计就是短时间里边制作吃的 那就是快餐啊 古代还有的人呢 吃快餐也不是为了嘴急 也不是忙 为了显摆 有人说快餐还能显摆 那是啊 说谁呢 诶 石崇啊 石崇豪富 范丹琼啊 太平歌词有这句 石崇是晋朝人 之前的节目里边 咱们可介绍好多回了 咱们也说了 石崇 怎么跟王凯俩人斗富 斗着斗着急了 王凯把皇上家的珊瑚树 都搬出来了 没想到这石崇 拿一个大铁如意啊 现在说就跟拎着一大狼头似的 光一下子砸碎了 王凯就傻了 这是皇上家的 不要紧 你向我这跳来 打开仓库一瞧啊 有的是 随便拿一个来 就碾压皇上家这颗 这都说过 咱不重复啊 他俩这个豆腐里边 有一样 豆的就是快餐 那么比什么呢 要说起来 俩人挺没溜的 比谁家能吃着豆粥 豆粥这个东西 反正是不好煮熟啊 它不像棒子面啊 你现在你拿豆煮粥 你也得拿高压锅吃它一下 直接拿水跟那煮 你那玩得煮多长时间 是不是 现在都这样 古代更甭说了 可是石崇他们家 那个有身份 吃饭的时候 一说这豆粥 有句话 您记住了啊 多戒可扮 什么叫多戒可扮呢 就是 哎 那谁 豆粥 就这么一吆喝 豆粥就来了 这个神奇啊 石崇家里边 那不光豆粥快 大冬天的 还能吃着这个 酒鸡 平鸡 鸡啊 不是您说鸡啊 鱼肉那鸡啊 鸡是碎末 叫鸡 酒鸡 韭菜末 平鸡 蒙子末 就这么俩玩意儿 那 当小菜吃 有人说 这算什么呀 对 那这个 您得分什么时候 现在 种地 蔬菜大棚 加六冰箱 想吃什么 吃什么 那会儿是进炒 好 冬天能吃这个 那还了的呀 对不对 这个苏东坡不写过吗 平鸡豆粥 不传法 多鸡 而半 十几轮呢 眼看着石崇 他们家 这豆粥 能速成 大冬天 还能吃着 绿色的蔬菜末 王凯克 气坏了 其实您说 这不咸的吗 是吧 这有什么 可生气的 无聊啊 豆粥 酒菜末 比这个 赢了也不露脸呢 那不行 豆腐这个东西 其实啊 就是为了作 而作 只求胜利 不问意义 所以别瞧 这么点事 哎 俩人也得呛 王凯就派人问去吧 就私下来花钱呢 找石崇家的人呢 那个厨子呀 管家下人呢 套着花 那你们家那豆粥 怎么那么快就熬得了呢 那九菜末 好子末 是怎么来的呢 对吧 你这玩意 架不住花钱呢 哎 差不多 钱合适了 人就把底就卸了 说我们家那豆粥啊 是事先呢 把豆啊 都弄熟了 碾成了末 只要来客人 我们家大人 哎 一瞪眼 一挪嘴 我们就把这豆子末 跟那白粥一搅和 哎 弄熟了 端上来 这就是豆粥 韭菜末呢 也不全是韭菜末 是韭菜那根 我们混上麦苗了 你想啊 东小麦的麦苗 暂清碧绿 你不知道 真以为是韭菜 把麦苗 跟韭菜根 切碎了 搁上佐料 半得了 端上来 您就真以为 是韭菜末 网卡一听 嗨 这个呀 闹半天 就蒙我呀 行了 回家咱们也这么来吧 你看这就不欣赏了 后来食虫就知道了 说有人泄密 哎 就把家里泄密 那这竹子什么的 也就都杀了 其实现在有的 酒店里面卖粥了地 那也这么干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粥店 有这么干的 把那些不爱熟的豆子 提前弄好了 弄碎了啊 要煮的时候 往粥里一堆 就齐活了 这下单 哪就端上来 这个不欣赏 有人说这个确实 这豆子粥什么 都是小吃 大菜能不能做到快餐呢 也行 唐朝有一个人叫吴臭 这个人呢 我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您要是看历史书啊 这个人是很有能力的一位 能源干力 干什么事 哪都是胡萝卜旧旧嘎嘣碎 他能干到什么程度 跟您这么说 当时这个经兆尹啊 不称职 干不了了辞职 经兆尹呢 首都的地方最高长官 这叫经兆尹 干不了了啊 干不了了 当时的皇上唐德宗 就想让吴臭了 干这官 说这个吴爱卿啊 经兆尹没人干 就上炉就火 是不是 你现在马上上任 今天咱们就开始正式工作 一切手续 通通的不败 等到第二天转天了 这个任命无凑的这个志 就是伟任庄才下来 他头天已经上任了 第二天才来伟任庄 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有两下子 雷厉风行 要不然皇上不会这么用 一个人要是麻利啊 那不光是办公事 办什么事都麻利 国实簿上记载 说这次任命无凑 当经兆尹很急 可是调动升迁 按照当时的惯例 无凑应该请亲戚朋友 吃顿饭 皇上那催他呀 当天这就得复任呢 酒席怎么张罗呢 无凑啊 就跟手底下人说 没事 你们呢就请人去 等人到了 自然有酒席 果不其然 大伙接到了邀请 去喝酒去吧 赶到这儿 他这酒席都准备好了 大伙纳闷啊 这怎么弄的呢 无凑就解释 两室日游礼席 唐朝那会儿啊 有室有方 室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市场 无凑说 世上有人呐 办一种酒席 你只要从家里拿着锅 拿着牌上他那去 他就都给你置办好了 打包带走 三五百人集体搓一顿 没问题 当场就能办 这就很明白了 这是古代的快餐酒席 带外卖 等到了宋朝 这个城市经济大发展 快餐文化是相当流行啊 你看这个武德郎 卖那炊饼 那其实就是快餐 类似这种 快食 小食 宋朝满着街都是 有一本叫一间制的书 记载当时大街上卖这些小吃的 哎 卖饼子的 卖蒸鱼的 卖粥的 卖胡饼 卖什么猪羊血羹的 有那个罐里养泥鳅 养鳝鱼的 你说干嘛用 哎 你看今天您吃那个日本料理 日本套餐 什么定时 哎 很像 现场宰杀 泥鳅 鳝鱼 然后做菜 一人一份米饭 饭上一人一块鱼 就跟他聚总的盒饭 很像 除了街面上这些个买卖呢 还有专门的快餐店 咱们今天老说啊 说计时共有 立即的计 这个 食客的食 你看 其实这个词啊 宋朝就有 这种小快餐店 跟今天的什么 就美食城啊 小吃城啊 这个 很像 也是常背着那么一些个吃的 您是随来随吃 首先是羹类 比如说头羹 相当于大杂烩 豆腐萝卜 鸡蛋 下水 蘑菇 弄这么一喷 三翠羹 没规定是哪三样 三样吃起来估计挺脆 就行了 比如山家清贡 咱要提这书了 不人家记得不记得 山家清贡 里边提到了 山家三翠 嫩笋 蘑菇 哎呀 枸杞 这做的 又甜 又脆 又鲜 除了羹 这些个快餐店呢 还常备着各种肉菜 什么双色腰子呀 烟贵鱼啊 紫苏鱼啊 虾 鸡什么的 还有小吃 那比如粉 啊 没血细粉 杂货粉 蟹 像什么 成亮蟹啊 酒泼蟹 最多的 其实是面 孟良录 记载 东京便梁 大街上的面 种类很多 集丝面啊 三鲜面 铜皮面 大凹面 哎 什么银丝冷陶啊 孙灶陶 集丝陶等等 这些个面 还都是快餐店 代卖的面 东京便梁 还有专业的素面店 名字叫素面店 它这个素是 只有的意思 不是说光是荤素啊 我们这什么 在带肉的面 没有 不是那意思 素面 是我们只卖面 不卖别的 是这意思啊 不是说我们这 没有荤性 不是那个意思 那么这种专业的面铺 卖什么面呢 你是大片的铺羊面 三鲜面啊 什么卷鱼面 七宝七子啊 百花七子等等 挺起来五花八文 整个一个舌尖上的快餐 一说起来这个 宋朝这些个素面店 爱看水浒传的各位 不知道您想起来没有 水浒里边有这么一段 说良善大军要破高堂州 高连呢 会妖术 这宋江没辙了 叫戴宗和李逵 去请公孙盛 结果在一个素面店里边啊 李逵跟戴宗 叫了几份面 在那等着吧 等着等着 眼看着这跑堂的 在自个的面前 窜过来跑过去 就是不给他们上面 李逵就急了 咯一吹桌子 旁边同桌 一个老头呢 正吃面 打拳头一砸 老头这碗面呢 蹦起来 打桌子上 震起来 一吊个 全扣到老头脸上 有那个评论的人就说 说李逵这人怎么那么愣 不就是等碗面呢 你急什么呀 是不是 咱们现在出去吃面也是 过几分钟 十分八分的端上来 很正常 李逵太着急了 说这个人呢 蛮横不讲理 应该说 你这李逵强盗嘛 杀人也祸 吃人心 打老虎 是不是 但是在这个等面条的这件事情上 还真不能够光赖李逵 你看这个宋朝 那个所谓的素面店 其实就是快餐店 这快餐店 要是半天不给您上菜 那个确实是挺让人着急的 您想啊 你说你要是吃佛跳墙去 满汉全席 您往这一坐 听着音乐 一道菜一道菜 三五百道菜 慢慢上 几个钟头 您觉得很正常 你说你吃汉堡去 往这一坐 来一汉堡 来一杯可乐 你等三十分钟 没人搭理 你着急不着急 对不对 不是那个玩意儿 你就甭说 就跟您说 薯条得现炸 您等会儿 你都觉得别扭 快餐嘛 它不像您上什么酒楼 来一桌 上菜有快有慢的 是吧 不光是吃 其实这个喝 古代也有把它 快餐化的饮料 你看今天咱们吃快餐 来片蟹水 果汁 古代也有 你看这个元朝啊 在广州最开始 做这个鲜榨果汁 现在这个广东南边 经这个 弄一小机器 一捆一捆的 甘蔗扔在那 这甘蔗现场一炸 炸出汁来 多少钱一杯 元朝的时候 这种果汁就有了 但是还得再加上糖 再煮一遍 这叫咳水 明朝有一个著名的 抗清的大臣 叫屈大军 他写了一本书 叫广东新语 这里边就记载 说当初元朝 在广州立之湾 这立之湾到现在 还叫这名呢 在这儿呢 种了八百株 一亩子 有人说这一亩子 这是什么呀 其实啊 就是柠檬 这个玩意好啊 不怎么变质 而且富含维生素C 这个书上是没明说 但咱们今天咱们知道 全世界凡是搞航海的人 据说都爱柠檬 能在海上补充这个 维生素C 可以不用得这个败血症 那元朝广东这果汁 也不知道是不是 那会儿跟航海有点关系 快餐发展到了明清 那样式就多了 应该首先咱们说 唐朝那种快餐酒席 到清朝就成气以后了 清朝有的书里记载 说河北出现了 专门的包办酒席 这厨子他们家 父子兄弟 一共三四个人 专门就置办这种 临时的快餐酒席 你要是要 那不在会儿的功夫 这就出来了 这种酒席有标准 四大碗 四中碗 四个七寸盆 哎 但是你要说 我得点菜 那个性化 私人定制 那办不到 快餐嘛 你今天上快餐店 那不也是吗 牌子上就这些东西 您就渴这饭为点 您这到了西餐店 你说烤腰子 这非个人 您请住就不渴了 明清时代 除了这个快餐酒席 还有快餐店 还有这个各种方便食品 面条啊 饼啊 馄饨的 这些个都不算新鲜的 那你比如说 有一种食物 有一种东西 啊 叫风销 那好面粉 活成面之后 做成一个一个的小片 在这个动物油里边炸透 起锅的时候 加糖 晾干以后 随身带着吃去吧 这就很像油炸版本的饼干 清朝发明最著名的快餐呢 就是今天的方便面了 据说啊 这是著名的大书法家 啊 叫伊炳寿 他们家发明的 伊炳寿善于写历书啊 乾隆时候的一个大书法家 清朝读书人之间讲究剧 啊 你看那个如临外史 广场现行 老餐游记 这写的就是读书人之间 没事在块剧 这个伊炳寿 书法有名 又是扬州之府 惠州之府 那家里人少不了 来人就得招待 他这个厨房估计是一天到晚 疯不了苦 老这样不行呢 就研究一种容易做的东西 无论谁来了 弄了就能吃 哎 正好在惠州 伊炳寿认识一个厨子 姓麦 麦师傅手一吼 都带在身边 俩人一伤了 麦师傅说这事好弄 说我是河南人 我们那爱吃面 汤品也好 抱紧的 这个把这几件东西揉在一块 上好的面粉 跟鸡蛋一块和面 打出面条来 面条先下水 煮一个坑 捞出来晾干了 再把晾干的面条 下油锅炸透了 再晾干 这鸡蛋面就成硬子了 他吃的时候容易变质 他有水分 但是一面不一样 他油炸过 水出去了 吃的时候呢 下水一煮 当然那会儿就是 得拿肉汤啊 切火腿 下点海参 割肉丝 现在还有人吃衣服面 也是硬面条 煮软了 捞着再炒 另一番滋味 挺好 这个说了这么多呢 今天也说差不多了 自古以来就有快餐传统 但是说实话 要说最快的 还是现在 掏手机点几下 一会儿外卖这大哥就送来了 这待遇还了的吗 当然了 还有一种更快捷 更温暖 不需要技术含量的快餐 使用方法很简单 就是两步 第一喊妈 第二 等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